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穿了一条亮片鱼尾裙 看起来梦幻而华丽 实在是太耀眼了 从镜镜头看 宋家的脸也十分耐达 不愧是演技派女演员 二 杨子被暴雨狂掠的女明星 其他人走蓝毯时 狂风和暴雨还不太大 但不知怎的 到了杨子上场时 却突然狂风和暴雨齐上 导致杨子寸步难行 幸好杨子的身边有好几个工作人员护着 不然他自己真是很难抵达蓝毯中心区 在雨中走蓝毯的杨子 美得真的是让人心碎啊 随便一个镜头都那么好看 身穿紫色羽毛一字兼礼服的他 整个人气质大变 装发好给力 他本人更是瘦尖加薄贝 脸也小了一圈 杨子真的是颜值大回春了 比起之前杨子的状态 他现在是真的有种偶像剧女主的气质了 甜妹的脸 修长的手臂 被雨淋的他是真的让人很想有保护欲了 三 张天爱 差点摔倒 在5月23日的华表奖红毯上 张天爱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出场 看起来十分有诱惑力 今晚的张天爱也不甘示弱 穿了一条淡紫色吊带长裙 抹胸部位的设计 感觉和杨子的裙子有点像呢 张天爱全身最抢眼的 当属他脚上的那一双战靴 也是因为这个超高的鞋子 张天爱从外场进走进来时 受地下雨水的影响 差一点就摔倒了 还好还好 最终张天爱稳住了身形 完美女明星的人设依旧还在 粉丝们不用担心 四 谭卓和张天爱穿了同款战靴 在昨天的华表奖上 谭卓和徐峥一起走红毯 穿得仿佛一个小泰妹 一点也不好看 今天的谭卓 终于找回了自我 谭卓现在在时尚圈真的很放飞自我了 针丝长裙 配后抵白靴 有种穿着睡衣就出来蹦蹦跳跳的感觉 走进时尚圈的谭卓就有些认不出了 还是作品里的他比较接地气了 有意思的是 谭卓的战靴貌似和张天爱的很相似 看来时尚圈今年很流行这种靴子 五 欧阳娜娜 被风吹到站不住 身穿红色抹胸礼服的欧阳娜娜 这次的亮相还是比较惊喜的 礼服款式很修身 只群百略拖沓了 欧阳娜娜看起来状态不错 看起来瘦了一些 肩颈线和腰身都相当吸睛了 看得出欧阳娜娜的妆容还是很精致的 笑容也很甜美 不过因为群百大 她被风吹的都有点站不住了 好在 欧阳娜娜的头发是晚起来的 不像杨子和樱桃 梅婷等人一般 被吹得头发乱飞 六 梅婷头发成了累赘 梅婷走蓝毯时 也恰好赶上风雨大作的时间段 披肩发成了累赘 一直被风吹来吹去 梅婷穿了一条裸粉色长裙 看起来优雅之性 妆容也走清淡风 和她本人的气质很搭 身形还是一如当年 远看真的好似希腊女神了 不过美人一老啊 梅婷的眼神已经慈祥了 黑眼圈已成了大眼袋 眼睛下仿佛有两兜细纹似的 更不感性的是她的发际线 既然已经这么高了 发际线粉也没藏住啊 全被大风吹开了 感觉现在梅婷的脸已经大变样 差点认不出来了 她在中兴区拍照时 一直被大风吹来吹去 只能匆匆拍了一张就赶紧溜了 估计内心很崩溃 七 樱桃真空上阵 穿着一袭黑裙走蓝毯的樱桃 也赶上了大风 头发被吹乱了 但却并未影响她的魅力 上半身的身V实在是太深了 稍微一看就知道 她是真空上阵 皮肤超白 细看现在的樱桃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甜美感 而是岁月打磨的成熟结感 真的有被她的眼神杀到啊 八 容祖儿仿佛闪亮女王 容祖儿昨天走完滑表讲红毯之后 并未离开北京 所以今天又参加了许许华生时尚文化大赏 相比昨晚的黑色长裙 今天的金色半身裙 貌似更适合容祖儿的气质 让她成为当晚的闪亮女王 走完蓝毯之后 那场活动时 毛阿敏上台献唱 还和容祖儿互动 两人搂着肩膀一起唱 看起来气氛很美好 还有半舞的李宇春 互相谦让的宋家和白静婷 看来这场时尚活动的氛围 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李宇春穿了个啥 感觉和背景的石头很搭的样子 一凹时尚感的她真的是好奇怪了 整个人看起来好僵硬啊 再看她的妆容 这个莫名其妙的微笑唇是怎么回事 确定不是按照小丑妆化的吗 真的是好苍苍好显老的造型啊 石 白百合 成功逆袭 白百合这套米色长裙 真的好对不起她现在的颜值啊 明明瘦了那么多 却穿得那么显胖 白百合这次妆容好美 状态也挺不错的 多多出来拍戏吧 十一 白静廷和杨阳 满脸是雨水 现场除了女明星们 还有很多帅气的男星 比如白静廷和杨阳 两人都是穿着黑色西装 在风雨中走上蓝毯 也不用工作人员打伞 所以满脸都是雨水 看起来颇有一种忧郁破碎感 有人曝光了杨阳在后台的生徒 苍天啊 真是神阳啊 试问谁能不爱这样的男生呢 还有行走在风雨中的杨阳 虽然被雨水淋了满身 但就那么美好 白静廷也不差 偏偏公子人如玉 只是静静头下 小白是不是打针了 苹果肌有点僵硬呢 十一 赖冠林和王阳 都是大帅哥 年轻艺人赖冠林 虽然穿着很简单 但气质却超好 一点也没有那种娘气 不错不错 王阳这几年这实演了不少好剧 人气也提升了不少 身着浅灰色西装的她 依旧那么帅气和儒雅 十二 范帅奇 全场最酷萨女星 虽然现场风雨交加 但女明星们却各有各的味道 而范帅奇无疑是最酷萨的一个 身着金属色长裙的她 行走肩萨气境险 再搭配上合适的妆容 颇有一种全场老娘最酷的感觉 十二 一种超模超亮眼 现场除了明星们 还有很多超模 身高182的超模张子玲 这条高开叉的黑色长裙 被她穿得好高级 不过也看得出 整个已经没有超模的气质 反而有了温婉感 脸也胖了一圈 但发肆的超模还是美的 还有赵家丽 陈瑜 赵磊等超模 各个都是大长腿 在现场十分抢劲 为了招待明星们 活动方还在场外安排了 时尚 豪华 丰富的自助餐 可惜 风雨太大 导致餐品都被雨水冲了 尽管活动方摆上了很多大伞 但依旧无法抵抗风雨的侵蚀 邮寄的由张绍涵主演的 电视剧《公主小妹》中 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网友们搞笑地说 这真是公主小妹照进了现实 不错啊 大师傅 看起来很好吃啊 那开动吧 嗯 好